第七十三回 昨天說到鐵無雙想見識羅氏兄弟的武功 怎知羅氏兄弟各人只是使出了江湖中最常見的套路 雙盤掌和大鴻拳 鐵無雙看得誘了 他不是因為這兩兄弟的武功好惹而誘 而是因為這兩兄弟的武功差到不堪 這樣的武功使出來實在是獻醜 只見兩個人打完一個套路之後 臉色也有點紅紅的 抱拳說 前輩多多指教 鐵無雙嗚嗚嗚嗚嗚嗚了兩句 趙香凌就笑著說 這個羅氏昆仲的武功 真是扎實之極 這樣的武功雖然不太好看 但你實用呀實用呀 老前輩你覺得怎樣呢 呃 不錯 不錯 各位 鐵無雙把口雖然說不錯 但表情很失望 他對這兩兄弟確實已經沒什麼興趣 但是小魚對這兩人興趣很大 他心想 嗯 這兩兄弟白面玲瓏 心藏不露 竟然連鐵無雙的老江湖都門過了 竟然都看不出他們的武功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那這兩個人這樣做 不單止隱瞞了他們武功的門路 亦都消除了人家的警惕 從此呢 就不會對他們兩個全有戒心 那即是這兩個人寧願被人看不起 哇 真是誠虎心呀 這兩個人 我要小心提防他才行 那小魚雖然已經看出這兩個人必定另有圖謀 但是 也都猜不到這兩個人究竟圖謀的是什麼事 那他自然更加猜不到這兩個人的來歷 這時候 趙香凌又是舉起酒杯 他說 今晚呢 雖然就被這件毛頭公案 吵到沒有阿芳 但是 見到兩位羅氏兄弟的身手 又能夠陪鐵老前輩 長飲通宵 真是恩和德福 恩和德福 來來來 喝喝喝 小魚聽到這裡打個打 毛頭公案 什麼毛頭公案 這時候 莊外面突然間 就傳來一陣馬車聲 鐵毛箱立刻放下背起身 說 嗯 難道 又來了 哇 這麼快 他的身形已經飄出去了 莊外面果然 來了一輛馬車 開了莊門 車子一直洗入莊 哈 但是車上沒有人趕車 趙香凌就吩咐家丁 叫射下車上的包裹 打開看看 就有一陣藥香破臂而來 啊 正是父子玉貴西角紅膽等等等等 小魚看得很清楚 又是嚇了驚 見到燈光底下 趙香凌鐵毛上面上面都變了顏色 趙香凌就說了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哈 哈 一晚黑這麼多張 連續七八次 無緣無故把東西送來 哈 難道真的有人開玩笑在這裡弄惡錯劇 哈 哈 為什麼這樣呢 哈 鐵毛箱就說 這些藥材 都是十分珍貴的 沒有人會把這些藥材拿來開玩笑的 哈 那麼… 那麼… 按照前輩看 究竟是… 是甚麼事呢 哈 嗯 其中 說不是有甚麼毒計 哈 不過 這些藥不單止沒有毒 而且 有些還好保 送這些藥來 哈 又害不到我們 哈 對了 羅兄 你猜不猜到 究竟是甚麼緣故呢 哈 羅九的笑字就說了 呃… 我想鐵老前輩見多識廣 呃… 講的 不會沒有道理的 鐵毛箱就說了 羅夫確實有些莫名其妙啊 哈 那各位 他雖然莫名其妙 但是小魚已經猜到了 原來是災狀 將藥送來這裡 就令到花無缺以為落毒的人就是鐵毛箱 哇 原來是個連環毒計 可惜呀 這件事遇到我江小魚 算你不幸運呀 他眼睛一滾 偷偷地 就走了 他趁著夜色 找了家專門賣脂粉之類的店 月牆入去 那麼到天亮的時候 他已經換了另外一個樣子了 面白白就眼腫腫 嘴歪歪大鼻孔 他從陶嬌嬌那裡學來的易容 食哈一點都沒有生疏 小魚找了間最熱鬧的茶館 吃餐飽的先 吃了兩龍蟹黃湯包 四套油炸果子 灌了一大碗湯 這樣才夠皮 因為他知道 今天一定要出大力 人吃飽了才有力 茶館外面還有祖士 人來人往的好熱鬧 有個瘦猛猛的男人 左邊側邊貼著一塊膏藥 手就拿著鳥籠 在人群之中轉來轉去 他有隻手就拿著鳥籠 但是另一隻手就沒空 那隻手一伸 人家袋裡的碎銀 全部都去到他那裡 原來是個小偷 小魚就看著他 走到人小的地方 突然一啪啪他肩膀 笑著說 朋友幾快手 那個小偷生氣了 他說 你這陷害群 你 有爺生都沒有吵架 你 受星公吊頸 是不是 反手一巴 就向小魚刮過去 但是 他不需要打到小魚 小魚兩隻手一夾 痛到他叫得咬咬聲 劏豬 小魚就說 好了 哈哈 怎樣 誰有爺生沒有吵架 唉唷 我 輕一點 我 我有爺生沒有 唉唷 沒有吵架 唉唷 唉唷 老爺 哈 乾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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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放開我 放開我 我最多把剛才偷來的錢 給你 給你 唉唷 小魚就說 這樣 你老老實實 回答我幾句話 我不單止不要你的錢 說不定還會給你錢 怎樣 我好 你知不知道 天香堂 地靈莊 這個地方 唉唷 小魚又不知道 怎樣是這個地方 那趙莊主 這個人 怎樣的 趙莊主 家財 百萬人免綁 黑白兩度 好多朋友 不過 自從段俠肥來了之後 生意 被段俠肥頂了 他想用武力 怎知斷俠肥 他居然又養了一群江湖朋友 是 而且明星 還響過他那些 小魚聽到這裏 心想 嗯 沒錯了 趙香寧找鐵無雙來 必定 就是想借鐵無雙的名 來鎮一鎮斷俠肥 誰不知又被人利用了 這時候 那個小偷又喊了 哎呀 哎呀 乾爹 來老人家 現在可以放手了 呵呵 你呀 整日東游西逛 這個城 你一定很熟的了 趙家莊 你有沒有熟人啊 喏 你帶得到我進去 等我在那裏 過一天 那我給你三百兩銀 你 製不製啊 啊 又不製的 三百兩銀啊 那小偷就連自己老婆賣了都製了 那就好像趙家莊那樣的地方 當然就龍蛇混雜 什麼人都有了 家丁當然也會有小偷的死黨 那小魚兒玩了些手段 就跟他們混在一起 不到半個時辰 這些人 都將小魚兒當成自己好朋友了 那令到小魚兒想不到的就是 趙香凌啊 居然一早就來到前廳 神彩翼翼顧盼有神 居然一些都看不出 昨晚都熬過通宵的 沒多久 外面就村流不適有人來了 看樣子都是那些生意人 見到趙香凌 神情都是很恭敬的 小魚也站得遠一遠 那如家丁就問這些人是做什麼的 這麼早的呢 那家丁就告訴他 這些人都是莊主 派在外面店舖的掌櫃來 每天早上都要回來莊上面 回報上一天的生意情況 除了這些人之外 莊主趙香凌是從來不見客的 又告訴他 莊主和段俠肥很大仇口 又說了段俠肥如何頂倒莊主的生意 挖走大仇口等等等等 幾乎 不說得那句都說了 就是這時候 只聽到門外邊有人說 麻煩你把名帖送上去貴莊主 說再下前來拜訪 門訪就說 哎呀 對不起 我們莊主中午之前 都從來 他想說從來不見客 但見到貼上面的名字之後 後面那幾個字就收著不說了 小魚心想 來了來了來了 有東西看了 那個家丁是匆匆忙忙走上前廳 遞上名帖 趙香凌接過來 看了眼之後 咒著眉頭 鐵無雙已經起身形了出去 廳外邊 有個人笑著說 哈哈哈哈 江別鶴 前來求見莊主 莊主 難道不見嗎 那兩個人大步走上前廳的石級 前面有個人神彩飛日 就正是江別鶴 後面跟著的 是個風神如玉的美少年 在後面 竟然有四條大漢抬著一頂軟角 就不知裏面究竟是坐著什麼人 趙香凌立即迎上去抱拳笑著說 哈哈哈哈 在下就真是不知道江大俠你光臨 有失遠形 哈哈哈哈 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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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別鶴的笑著說 哈哈哈哈 在下等 來得不是時候 要請莊主書序 要請莊主書序 就真 那趙香凌就招呼大家坐下 指望我美少年臉色鐵青 趙香凌無情白事打了個冷震 他笑著說 呃 是啊 這位兄台不知是 啊 這位 就是花公子 花無缺 江別鶴呢 就故意隨便地說 但是趙香凌鐵無雙羅九羅三 聽見花無缺這三個字 嚇了驚 鐵無雙笑著說 蛤 那這位兄台 就去近來明鎮 達表的無缺公子啊 果然少年應盡 人中之學 行為 行為呀 哈哈 花無缺呢 冷冰冰地回答一句 幸為 趙香凌的笑著說 嘿嘿 嘿嘿嘿 這位呢 就是鐵老前輩 嘿嘿嘿 兩位 一定 認識了 那 這兩位 就是羅興 嗯 接著 將羅九羅三介紹給大家 當然 又是脆虛一番 如果不說得他們怎樣聰明 哪有人怕 是吧 那花無缺呢 似乎什麼都沒有聽到 那臂似乎在聞著什麼氣味 突然之間 袖袍一發 輕飄飄地起身離座 大家只是覺得眼前人拍一閃 他已經進了旁邊的花廳了 再一閃 已經從花廳走出來 手上拿著一堆藥 哇 臉色更加的慘白 趙香凌就說 嘿 呃 這些藥 是不是公子的 在下真的不知道是誰送來的 他就說到昨天晚上 江別河已經插話了 他說 嗯 莊主 難道不知道是誰送來的嗎 趙香凌看一看他 又看一看花無缺的臉 就知道 其中必定牽涉很嚴重 他就說 啊 呃 究竟是 是 怎麼回事呢 這件事 講起來 很簡單 有人落讀 讀親 花公子 未來夫人 又將市面上的解藥 含爛手扣一口 你說 是怎麼回事 噢 這樣啊 如果是這樣 就 真是想絕花公子 未來夫人的 生路 沒錯 照這樣說 手扣解藥的人 就必定是 落毒的人 噢 是啊 應該是的 這樣就是了 咦 趙香凌看他這樣的態度說話 想一想 臉色都變了 他說 呃 呃 那 那些解藥 是不是就是花廳那些 知道嗎 沒錯 咦 不過這樣啊 在下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這些解藥昨晚有人送來的 是這樣的 是哪個送來的 啊 那 真是在下不知道 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嗯 哼哼 不知道 難道 會有人 會有人 無緣無故 將些這麼珍貴的藥 白白送給人 趙莊主這樣說 不是當江某是小孩子啊 啊 這件事說出來真是荒謬之極 的確是絕對沒有人敢做的 趙香凌也都不知道怎麼解釋 急到滿頭大汗 鐵無雙站在身上說 老夫 可以以身家性命 看趙莊主作寶 那些藥 的確是人家送來的 趙莊主的確不知道 個人究竟是誰 公別鶴掃出他的眼 然後說 趙莊主 若不知道 咦 角下 是不是就知道呢 啊 你怎麼這麼說啊 江別鶴冷笑一聲 不再看他 也都不正確 因為那邊花毛血似乎有了結果 那究竟後事如何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